我们先在角色蓝图里添加勾抓组件 然后给他创建个数据资产 选择这一个 我们来到数据资产里来配置一下数据 第一个是钩子的 这里的话就创建一个自己的钩子来 来到外面 给他先创建一个蓝图 继承字hookbase 来到这个蓝图里 给他设置一下静态模型 然后在数据资产里给他指定一下刚才创建的类 第二个的话是绑定的插槽 给他指定一下 然后是他的箱的位置 给他设置好后再来到绳索这里 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给他先创建个蓝图 然后指定一下 继承自这个roofbase 然后给他设置成刚才我没创建的蓝图 下面这一个 还有是绑定的插槽 和他的胸的位置 下面这四个的话就是使用勾锁的时候的蒙太奇 第一个是在地面上目标点比人物高的时候播放的蒙太奇 第二个是低的时候 下面是在空中高和低的时候 把这些蒙太奇都给他指定上 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蒙太奇里 在这里我们先给他添加一个动画通知 这个是用来设置绝次朝向目标点的 第二个通知是用来显示钩子的 然后再给他创建一个显示钩子的动画通知 播放到这里的时候 钩子就开始显示 然后播放到这个通知的时候 钩子就进行隐藏 这个动画通知的话就允许这次继续使用勾锁 然后给他添加最后一个动画通知 这个的话就是通知动画结束 然后我们再给他添加动画通知状态 第一个就是钩子开始扔出去 然后是钩子开始回收 选择这一个 第三个动画通知状态的话就是来移动角色 选择这一个 再给他添加最后一个动画通知状态 这个是用来调整角色旋转的 这样的话动画通知就设置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勾爪的目标点 在这个插件里 把这个目标点给拖入到场景里 这个的话有几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就是小于3000或者是大于500的话 只能提示目标点的UI就会显示 如果不在这个范围内提示的UI就不会显示 第三个的话是否可以跳回 如果勾上这个变量的话 就可以寻导到这个目标点 这个跳回的目标点 第四个的话就是跳跃的高度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使用勾爪的距离 最后一个就是激活的范围 在上面这个hookpoint这里 这个的话就是勾爪的目标点和提示UI的位置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跳落的目标点 第三个这个就是跳回的目标点 这个是朝前的箭头 指向一开始你要跳的方向 用来区分你所在的位置是否是要跳回 这个就是用来检测玩家和目标点之间 是否有墙来阻挡 如果没有墙的话才可以使用勾爪 最后一个就是激活的范围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置它的范围 然后我们来到角色蓝图里 给它指定一下我们刚才创建的数据资产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来使用勾爪 我们来到场景里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勾爪了 最后几个参数 一个是是否是拍马到桥上 然后是使用勾爪后爬到顶部 是否拍马到桥上给它勾为处 然后给它指定一下动画资源 我们来到动画蓝图里来设置一下 进入到这个状态 这个变量给它设置好后来到动画图表里 拿到链接动画图表 选择这一个 再对它进行混合姿势 进入到这个图表里 给它指定一下数据资产 这样使用勾爪后就攀爪在这个墙上了 然后再使用这个爬到顶部的蒙太奇 进入到这个蒙太奇里 给它设置两个动画通知 一个是朝上的 然后是往前位移的 摔制好后我们来到场景里看一下 这样的话使用勾爪后就可以攀爪到顶部了 将写去再提出 跟试图表里的 这里的话 我们来到描 program